再來到溫哥華這裏 當然這次的角色不同 上次主要是唱歌 這次是做詩儀 你覺得做詩儀在選美活動裏 要有什麼特質 或者什麼崗位 其實我覺得做詩儀 無論在任何聖職的節目裏面 最主要都是一來可以帶動到氣氛 另外就是怎樣令到節目 在一些很規限性 已經有pattern的東西裏面 令到增添一些不同的光彩 這方面你就很有經驗 不要這樣說 我真的很多年很主持大型節目 所以在這裏 雖然未正式開始這個選美活動 我想今天借助你的手 給一些支持鼓勵我 謝謝 這次你的拍檔是全藍班的型男士 除了你之外 另外兩位拍檔張文謙和劉樽 你們有機會見過面嗎 我和Ricky就見了面了 Fran就未真正見面 但是也有因為這兩位型男士在兩邊幫我 那我就令到我的壓力很高 但是你根本要和很多華者在台上交流 他們又緊張 那你怎樣可以幫他們 舒緩一下那種緊張情緒呢 說真的在台上他要緊張 我幫不到的 可能我一出手或一出口會令我更加緊張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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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我做選美司儀 我這麼白眼的物質來的 就是要令到這件事更加好 OK 希望呢 我想他們每個人都要靠自己 自己要保持安定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帶到他們 是很順利地完成這個比賽 盡力盡力 OK 謝謝 謝謝 謝謝